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零食哦 今天啊 听主大家带来这个小零食呢 它其实很像拉面 但是呢 它不能煮哦 它是就是这样子 就是直接干吃的 首先呢 我们要把它打碎 对 就是很暴力 就是要很暴力地把它拧碎 然后我们来把它拆开 对 它现在里面就是碎的 然后 我要再 这个调料包 然后我现在要把这个 所以我现在要把调料放进去 啊~~ 啥出来了 没关系 我把这个调料包放进去之后呢 啊 它很难放 放进去之后 好 然後我們再把它這樣子握起來 再把它搖一搖 其實我們小時候都會吃那種 學生會吃的那種乾拌麵那樣的感覺 然後它現在就是那個粉跟那個麵 就已經均勻地混合在一起 那我們來 這太大了 吃個小的 我們來吃吃看 我真的是第一次吃這個 但是很好吃耶 它是因為我買的 就是準備的這個是那個 就是甜肉味 所以它就是很好吃 然後有種甜味 韓國人啊 他們都會這樣喝酒的時候 然後就是小菜這樣一起吃這樣 好吃耶 好啦那今天天音的吃貨放鬆呢 就到這邊啦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今天的小零食哦 那馬上啊就是韓國的Bad Battle Day了 那馬上要回歸的小哥哥小姐姐們呢 也是帶著甜蜜的氣息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11月8日下午6點呢 咕咕丹也是發布了自己的首張單曲專輯 Chococo Victory 那這次的主打歌Chococo呢 也是甜蜜又可愛的歌曲 NV當中啊 我們的咕咕丹也是反轉魅力發射 帶給大家非常不一樣的NV哦 希望大家都要多多支持哦 那人氣爆棚的我們南極組和Seventeen呢 也是在11月6日發布了他們的第二張正規專輯 Teen Weeks 那這次的主打歌拍手呢 也是一下子就登上了韓國各大音樂排行榜的榜單 那很多歌曲呢都非常好聽 希望我們粉絲們要多多支持哦 好啦那今天的節目呢 就差不多到這邊要結束了 馬上呢就是韓國的BELL BATTLE DAY了 希望啊大家都可以在那一天 收到自己喜歡的人送的巧克力哦 渡過美好又浪漫的一天 這裡是TEN AXIA TV 我是天音 我們下週再見 掰掰 掰掰